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二节 关于绩效计划与绩效监控 这节实际上讲的是两个问题 这两个支点 一个是绩效计划的部分 一个是绩效监控的部分 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两个环节 那分值的话呢 相对来说这一章 就是在这一节当中分值是比较少的 偶尔会出一道题 在过去这六年当中 考了一次单选考了一次多选 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 两个部分 一个是绩效计划 一个是绩效监控与绩效辅导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绩效计划 绩效计划呢 是绩效管理的第一个环节 那也是绩效管理的起点 这个咱们在前面介绍过了 绩效管理整个是四个环节 其中第一步是绩效计划 那绩效计划呢 还是主管人员与员工 在绩效年开始之初 围绕着绩效目标进行 反复沟通的过程 所以整个的绩效管理 所强调的就是沟通 那除了绩效考核之外 剩下的三个步骤 他们都是围绕着 与员工的沟通来进行的 那么将双方的共识呢 落实为绩效计划书 人力资源部门 对绩效管理的监督与协调 负有主要责任 而作为各级的主管人员 要参与到对绩效计划的制定 所以这两句话 其实体现在考题上 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在整个绩效计划的 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人力资源部 以及各主管人员 其实都是有责任的 包括员工也是要参与其中的 就是这几方面的人 都要参与其中 那么绩效计划的制定呢 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也是呢 将组织绩效分解成 个人绩效目标的一个过程 那么凡是在咱们的教材当中 只要你看到自上而下的 这个咱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 目标管理其实就强调过 凡是看到这个上啊下 大啊小啊 凡是看到这种词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落到考点的地方 要特别注意 因为绩效计划 它本质上是把企业的目标 向下分解的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 我们必须从上往下的 对这个目标来进行分解 好 那关于绩效计划的这种说法 错误的是 绩效计划呢 是绩效管理过程的起点 没问题 它是第一个步骤 那么绩效计划的制定 要与组织追求的这种宗旨相一致 咱们做任何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其实都是要保持 跟组织目标相一致 绩效计划是主管人员 与员工反复沟通 就绩效计划内容 达成一致的一个过程 没问题 绩效计划呢 是各级主管和员工的责任 无需人力资源不参与吗 这题就是没学过给你 你也能答得出来 对吧 选择的是D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绩效计划的目标的种类 一个是绩效目标 一个是发展目标 从绩效目标的角度 它所对应的组织目标 部门目标 个人目标 就是三个层级 其实就相当于是 把整个的目标 从组织目标 由上往下分解的一个过程 所以最高等级的是 组织目标先确定下来 然后分解成部门的 再由部门分解成个人的 那么这是从实现 组织目标的角度 我们分成这三个层次 主要用于描述员工 应执行的职位 职责和应完成的 这种量化产出的指标 那么除了你组织 想要完成的指标之外 咱们完整的一个绩效计划 还应当考虑到发展目标 所谓的发展目标是说 这些能解决的是 你企业当前的 想要去实现的目标 那么作为一个企业 我们需要有长期的考虑 如果为了说以后 企业有持续的这种潜力 我能不断的去提高 怎么办 所有的目标都是要靠人 去完成和实现的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帮助 每一个员工 有提升的这样的目标 帮助员工去提升和发展的目标 那这个时候才能保障 你企业未来持续的 这样一个增长的一个原动力 所以这个发展的目标 针对的是对员工的成长的 这样一个培养的部分 所以呢 它是指支持员工 实现绩效目标 促进员工自身发展能力的一种标准 明白这意思了吧 所以前面是应对的是当前 具体目标 那么发展目标要解决的是 为了适应员工 未来的这种发展的 所以呢 它所强调的是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的 价值观 能力和核心行为 这三点 曾经的单独作为一个选择题 考过 作为一个多选题 它重复考的这种可能性 其实是比较低的 但是我们得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这是发展目标 好 那关于绩效计划的说法 凑误的是 绩效计划呢 不仅包括组织对员工工作成果的期望 还包括呢 对员工行为和技能的一种期望 没问题 因为在整个的绩效体现的是什么 行为和结果 那么绩效计划的制定呢 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也是将组织绩效分解成 个人绩效目标的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 没问题 那么绩效计划是由上级主管制定 员工无需参与吗 所以这里面可挖坑的地方 一个是自上而下的 再一个就是谁参与这 大部分穷啊 经常在这里面挖坑 对吧 没有什么别的 就更好的出题的方法 就不管是员工 还是主管 还是人力资源部 那么所有的这些环节 都是应当参与其中的 绩效计划目标呢 可以包括绩效目标和发展目标 两类 没问题 好 选择的是C选项 那作为绩效目标中发展目标强调的是与组织相一致的什么 这里边组织目标 部门目标和个人目标 它体现的是咱们正常的绩效目标 对吧 而发展目标对应的是价值观能力核心行为 选择的是C D 那我们来看绩效计划的内容 这个内容呢 基本上不会出现考题 大致过一遍 咱们有一个印象就可以了 第一呢 包括员工在该绩效周期内的工作目标 以及呢 各工作目标的权重 我们想明确下来 对吧 你要想定绩效计划 你得知道 它都是要完成哪些指标 以及权重 那完成目标的结果 就完成了 会获得什么呀 对吧 包括没完成 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那么结果的衡量方式和判别的标准 其实这里边强调的 整个绩效考核的核心三要素是什么呢 绩效考核指标 标准权重 核心是这三个部分 那么员工工作结果信息的获取方式 对吧 信息来源从哪里来 那么员工在完成工作当中的这种权限范围 员工完成工作需要利用到的资源 以及员工的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困难障碍 以及管理者能够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最后是管理者与员工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 这个咱们作为一般了解 那么来看第四 关于绩效计划的制定的原则 这里边有这样的几个原则 价值驱动 战略相关性原则 系统化原则 以及职位特色的原则 大致内容咱们去看一下 价值驱动呢 就是绩效计划的制定 与组织追求的提升组织价值的宗旨 应当相一致 那作为战略相关性呢 就是绩效计划当中的工作目标 应当跟战略目标 要保持密切的相关 那系统化呢 就是说我们在制定绩效计划的时候 应当与战略计划 财务计划 经营计划 人力资源计划等一切结合 相互匹配来配套使用 所以提到这么多 对应的是系统化 职位特色的原则呢 是说绩效计划的内容 形式 指标的这种设定 要充分考虑不同职位的特点 最突出重点的原则是指 指标啊 设定指标要重点突出 选择那些与组织目标和本职 职位职责关联程度较高的指标 这样呢可以引导员工将注意力 集中在最关键的绩效目标和发展目标上 这个原则在过去十年反正是没有考过 但是呢 在去年考了 考的就是那个系统化原则 所以咱们就稍微得过一下吧 得有一个印象啊 但其实这个里面就重复出题的这种 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因为其他的这个原则去考都很容易 其他的可能将这种突出重点 他列出来了这个概念让你去考的 让你去选的话 你肯定能够把它通过它的关键词 给它找出来 那么作为可测量性原则呢 绩效计划中设定的绩效指标和工作标准 必须是可以清晰测量的 所以你就记它的关键词就好了 看到清晰测量的 那就是可测量原则 那工作完成的好坏 可以根据具体的确切的标准来衡量 全员参与这个全员参与呢 在很早很早以前啊 很多年以前 曾经在阿列分析题里面有一道小题 是这个啊 就是说作为绩效 咱们前面其实也在说 人力资源主管以及员工都应当参与其中 这个体现的是全员参与 这个就是20年啊 在这里面出的一道单选题 绩效计划呢 应当与战略计划财务经营 人力资源等计划密切结合 相互匹配 那么配套呢 使用是绩效计划的什么样的原则 系统下 对吧 系统化的一个原则啊 体现出各个方面能够协调一起 好 选择的是D 那么关于绩效计划的制定的步骤 在这里面涉及到的 首先是准备阶段 在准备阶段的话呢 我们去需要搜集到一些信息 比如说你要跟员工进行沟通 对吧 要跟他去制定他的一个绩效目标 发展目标 那你能毫无准备的就去找他去谈吗 对吧 你首先将自己的一些材料 比如说组织近几年的一些绩效管理的资料 那么通过参考他过去的这个资料 来去制定新的 还有呢 通过工作分析的相关的资料 工作分析 他得到的是什么呀 职位说明书啊 以及他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材料 总之这些材料都是跟他工作的内容和任职的要求相关联的 那么第三呢 是组织最新的战略管理资料 因为你所有定的这个工作标准必须要跟什么 要跟组织的战略相匹配 所以这些是你在谈绩效的时候必须要提前知晓的三个部分的信息 那么准备好了之后呢 是沟通 所以管理者与员工通过反复沟通就绩效计划的内容达成一致的过程 好 那么在绩效计划的制定的步骤当中 以下不属于准备阶段的是 公司呢 也就是组织近几年的绩效的管理资料 这没问题 那么工作分析的以及战略的跟沟通绩效计划内容达成一致 这属于什么 这是在沟通阶段 通过沟通完了之后怎么办 沟通结束了之后就签订绩效计划 双方签字确认就好了 所以这里边他写的环节其实不是很完整 在其他版本的教材当中 他除了沟通之外还有签订计划书的这样一个环境 好 选择的是第一选项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部分 第一个环节是绩效计划 那么第二个环节呢 是绩效监控与辅导 而这个步骤 它其实虽然说是第二个步骤 但它其实贯穿了整个绩效管理的始终 它在整个的这个员工在完成绩效过程当中 其实都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控和辅导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绩效监控 绩效监控与辅导呢 是连接绩效计划与绩效考核的一个桥梁 对吧 我们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以及在考评的中间的这个环节 是绩效监控与绩效辅导 那么作为绩效监控呢 是在绩效考核期间内 管理者为了掌握下属的工作绩效情况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所以绩效监控是什么 如果你领导者定好了目标 定好了计划之后 然后就给员工了 你不管了吗 说我就等着到期了 然后我一看你完成没完成 这是不负责任的 对吧 那么正常的领导者是需要在员工在做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要按照一定的进度来进行这个进行跟踪 进行监控的 对吧 所以作为组织啊 所有的这个管理就是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嘛 那这个控制其实就是绩效监控 那么这是一个作为管理者你应有的一个职能啊 要对过程进行控制 及时发现问题 而不是等到最终结束了 那么一切其实都晚了 对吧 你要及时的给予干预 那么绩效监控就是你要想去控制你得了解 你知道他到底干到什么程度 做的怎么样 能不能完成 所以去了解这个情况的这个过程 我们把它称之为绩效监控 那么绩效监控呢 通过管理者和员工 持续的沟通 观测预防和解决啊 绩效周期内可能存在的问题 更好的去完成绩效计划 这个里边一个难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去区分绩效监控和绩效辅导的概念 很多朋友在这两个概念下 自己在学的时候容易混淆 你去把握关键词 所以当这个概念当中出现的是预防 出现的是预防的话 对应的就是绩效监控 因为他跟绩效辅导有很多地方很像 但是呢他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就是他是起到预防的 那么绩效辅导 咱们一会会说他就是在已经了解和掌握了员工实际的工作情况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然后他所开展的一些的帮助的这样一个行动 那么作为绩效监控呢 他的优点是可以随时去发现员工工作当中出现的问题 并且加以调整 而作为呢 绩效监控的局限性是说 工作行为和工作结果相比的会更加主观 有时呢 难以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 也就是说当员工做完了以后 他这个结果呈现给你了 完成还是没完成 你去评判 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对吗 但是做的过程当中呢 有很多的工作 这个过程其实你作为领导 你觉得他做的不对 但是对于员工来说 他可能有自己的主张 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就存在很主观的这样种感受 所以这是他可能存在的一个局限性 好 那我们来看绩效辅导 绩效辅导呢 贯穿于绩效实施的整个过程 是一种经常性的管理行为 这不重要 它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呢 绩效辅导是掌握了 看到了吗 是在已经掌握了下属工作绩效的前提下 为了提高员工绩效水平和自我效能感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所以这是他跟绩效监控最大的区别 绩效监控是在绩效考课期间内 管理者为了掌握下属的工作绩效情况而进行一系列相对正式的活动 因为这是你管理者你的基本职能 所以叫正式的活动这是为了掌握这个是掌握了 所以监控和辅导如果也要硬要排序的话 他俩其实也有先后顺序 先有监控 然后才是辅导 你监控如果这个员工他做的都很好 没问题 你就不用管他了 那也不需要接入到辅导 那么当你监控的时候发现这个员工 比如说他开始 对于能够顺利的去完成任务 开始有点丧失信心了 在这种前提下 那么你可以给他开展向的这种帮助 所谓的绩效辅导就是帮助嘛 对吧 或者给他建立信心 或者提供资源 或者提供帮助 让他能够顺利的去完成任务 所以称之为呢 提高员工的绩效水平 以及自我效能感 好 那这是绩效监控 绩效辅导 它俩核心的啊 这个区分点 咱们能够把握住 一个是为了掌握 一个是已经掌握的情况下 好 咱们做题来看一下 通过呢 管理者与员工进行持续的沟通 预防和解决绩效周期内 可能存在的问题 那以确保更好的去完成 绩效计划的过程是什么 这是一个概念 那它是这个关键词在哪里 预防 对吧 绩效辅导有预防的作用吗 没有 监控可以预防 绩效辅导是已经发现存在问题了 那我们现在得是什么呀 开始进行干预和解决了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关键词说 我是预防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时候 是用监控这个环节来解决的 所以去解决这种概念性的问题 核心就是找它的关键词 关键点 那么它这个概念 无论怎么压缩 怎么变化 它最终核心的内容 一定是呈现在 不然你没法区别 选择是B 关于呢 绩效监控与绩效辅导的说法 正确的是 绩效辅导呢 是管理者为掌握下属的工作 绩效情况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那么为了掌握 这是谁 为了去掌握这是监控 那么绩效辅导是绩效监控的基础吗 不是 其实你反过来说反而还是对的 对吧 先有监控 然后才有可能产生绩效辅导的需求 那么绩效监控呢 是在已经掌握了 已经掌握下属的工作绩效的前提下 为提高绩效水平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这个叫绩效辅导 所以绩效辅导贯穿于绩效实施的整个过程 是的 所以这里边咱们应该能够找到它的要点了 那么基本上在这部分绩效监控 绩效辅导出题的话 逃不开这一圈 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 选择的是低选项 那我来看绩效计划的调整 员工的绩效计划目标呢 每个绩效周期核定一次 没有的特殊情况的话呢 就不做调整了 所以这里边其实是 想要给我们传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绩效计划的一个严肃性 就一旦企业跟员工达成了这个绩效目标 签订了绩效计划之后 理论上除非是极特殊的情况 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了 那我们可以按照一定的流程 严格经过审批来进行调整 否则的话是不能调整的 要保证这个目标的这样的一个严肃性 比如说定完了 然后呢随便有点什么小问题小困难 然后说那我们就把目标降低一下 调整一下吧 你这样的话 你就会影响到员工对于这个绩效计划的这样一个尊重 最终就是大家其实不在乎了 反正最后我们是可调的 那么就其实无法产生这个效果了 这里边我们说正常来说是不能调的 除非什么呢 在绩效执行过程当中 发生的这种组织业务发展计划的变更 组织结构的调整 市场环境变化 不可抗力的事件等等 需要调整计划的时候 就因为这些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了 我们要保证绩效管理的什么 准确性 对吧 你的工作标准要跟组织目标时刻的保持一致 为了保证准确性而进行的调整 可以呢向主管来进行书面申请 并且呢 由人力资源部门 有关职能部门重新审定 高层批准以后呢 可以实施 所以保证这个过程的一个审批的严肃性 好 那我们对第二节的内容来做一个总结 两块 一个是绩效计划 一个是绩效监控 绩效辅导 绩效计划呢 关于概念 概念部分其实就是自上而下的 对吧 然后呢 无论是人力资源呀 主管呀 还是员工 咱们都应当参与其中 还有呢 它是一个起点 是一个起点 那么再有就是绩效计划的目标的种类 那这里边睡到考点的 就是一个是绩效目标 一个是发展目标 那么这两类各自包含的内容 我们把它记下来 那么关于绩效计划的内容 制定的原则和步骤 其实作为一般了解就可以了 一般了解就可以 极少数据考题 原则的话呢 这个咱们通过抓它的关键词 理论上是可以对应上的 稍微去看一遍 有一个印象 那么在绩效监控辅导的难点 是我们要区分监控和辅导概念的区分 那绩效监控 是我为了掌握员工的 这个绩效的工作情况 对吗 而绩效辅导是什么呢 是我在已经掌握了 员工的计划情况的情况下 为了帮助它提高绩效水平 或自我效能感 所开展的相应的行动 这是他们两个差别 那么最后呢 就是关于绩效计划的调整 我们在这里边 其实强调就是计划 这个轻易不能调 如果确实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了 按照相应的流程 审批的程序来进行调整 好 这是咱们第二节的内容